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国库局局长卡兰萨 15号去到美国印刷局 看到了新版亿美元纸币的独山珍面目 这也将是两人的签名首次出现在美国货币上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快讯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回到华盛顿后 周三在白宫发表了首次讲话 为他刚刚结束的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的收获 做重大宣布 特朗普表示 他的所到之处的东道主们 都用无比热情好客和尊重的方式 来欢迎他和其他的随访人员 特朗普说 他们表现出了崇高的敬意 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在世界上的信心和地位 从未比现在更强大 特朗普还表示 当美国人民对美国的力量 旗币 历史和价值观感到自尽时 其他国家也就会对美国有信心 当美国用应得的尊重对待美国的公民时 其他国家也会用一样的尊重对待美国 特朗普强调 在此次的亚洲之行中 这正是世界所看到的一个强大的 自豪的 自信的美国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5日到访缅甸 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举行会谈 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蒂勒森表示 美国深切关注罗辛亚人的近况 将再次提供47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稍早前 蒂勒森与昂山素季举行会谈 双方就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反恐合作等议题进行探讨 蒂勒森还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举行会面 蒂勒森敦促缅甸军方约束暴力行为 让罗辛亚人安全回国 以及对侵犯人权的指控 展开有公信力的调查 参议院共和党人打算通过税改法案 来废除评价健保法中的关键条款 即要求绝大多数人都购买健保 并以废除这一关键条款的资金 来支持其税改中的大幅减税 税改法案若取消这一条款 预计10年可节省3380亿美元的开支 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再次对共和党国会议员施加压力 要他们把废除奥巴马健保法列入税改法案 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随即发起 废除健保法中关键条款的行动 除了特朗普的敦促之外 弥补大规模减税措施所需要的收入 也是共和党再次发起废除健保法的动力 共和党的税改法案将大幅降低公司税率 并取消某些很受欢迎的税收优惠措施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若废除这一条款 在2019年将增加400万武健保人口 到2027年将增加1300万武健保人口 昨天加州北部蒂哈马县发生的枪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10人受伤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枪手随后被警方击毙 枪手的身份目前已经确定为43岁的尼尔 周三尼尔的妻子被发现死在家中 调查人员认为尼尔杀死妻子 是这一系列袭击的开端 尼尔在今年1月曾刺伤邻居而被起诉 被指控二级入室偷窃 使用致命武器和过失使用枪支等罪名 当时的保释金为16万美元 并本将于2018年1月出庭 枪手的姐姐表示 尼尔平时脾气暴躁 并经常向母亲抱怨自己糟糕的福利 以及对邻居的不满 尼尔在周一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中 称自己击退了居住在蒂哈马县的人 因此枪手的姐姐呼吁 应重视枪支管制和心理治疗 以防止类似案件再度发生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尼尔的作案动机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运动员 利安格洛鲍尔 科迪赖利和贾伦希尔 周三早间召开记者会 就有关在中国偷窃而被扣留事件发表了声明 UCLA体育指导丹格雷诺说 球员各自承认有罪 指控被中国当局撤回 拒留期间 他们支付了2200美元的保释金 交出了护照并同意限制旅行 限保释金被退还 布尔在发言中为盗窃行为向中国人民道歉 并感谢特朗普总统的帮助 三名球员在宣读了声明后退场 教练史蒂夫·阿尔夫德发言 说在比赛过程中 对媒体说的任何话 都可能危及到球员是否能从中国返美 因此UCLA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信息 阿尔夫德说 这些年轻人做了不可原谅的事 现在他们必须承受后果 他说因为校方正在对事件进行审查程序 这三名球员会被无限期停赛 美国财政部造币和印钞局宣布 于东部时间15上午8点发售狗年吉利钱 造币和印钞局局长奥利亚表示 这是该局发行的第二轮生肖吉利钱的第五个产品 奥利亚说 对于狗年吉利钱的发售 它尤其兴奋 因为它本人就出生在狗年 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生肖也是狗 狗代表了诚实和忠诚 出生在狗年的人拥有善良 忠诚 聪慧等特质 当天发布的狗年吉利钱 沿用了往年的红色风套设计 除了一只流金狗 还配有锐犬迎春和恭贺欣喜的字样 内页上方是一只脚踩金元宝的狗 旁边印有如意 虚碎平安字样 左边除了繁体中文的福禄寿洗灵门 经营财宝齐来 还有关于生肖狗年的英文介绍等 内页下方则是一张编号以8888开头的一美元纪念纸币 据称狗年吉利钱的发行量限定为10万8880套 比往年提高了2万套 售价为5.95美元 联邦卫生当局警告说 曾经被当作肋压片止痛药替代品的草药 Kratum添加剂对人体有害 会引起上瘾 甚至有导致死亡的风险 据报道 这种添加剂采用东南亚的一种植物生产 在止疼 消除焦虑或克服药物依赖性方面 有治疗作用 在美国受到欢迎 使用者反对监管这种植物 称它要比正在蔓延的肋压片止痛药更为安全 但食品医药局表示 使用Kratum的产品已经造成了36人死亡 数百通电话向毒药控制中心报告相关问题 尽管阿拉巴马 阿肯瑟 印第安娜 田纳西和威斯康星等州 禁止种植Kratum 但在联邦法律下 它仍然合法 它通过浆囊和粉末等多种形式出售 目前食药局正在阻止其进口 很多美国的民众本周末可能会开始他们的感恩节假期 但是根据气象预报 在今年的感恩节假期 北美的大范围地区会受到降雨和降雪的影响 天气变化也给外出旅行的人们增加了许多不便 大范围的降雪可能会造成航班以及交通上的不便 受暴风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 其中芝加哥 明尼阿波利斯和坎萨斯城的航班 有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根据气象预报 从宾州西部到纽约地区 以及武达湖区 俄亥俄河谷至密西西比河流域 都可能会出现暴雨和雷暴天气 在明尼苏达州北部 维斯康星州北部和密歇根的半岛地区 还可能会有大范围的降雪 雨甲雪或冻雨 天气变化将从本周五开始 当局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民众关注当地天气状况 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有研究报告显示 由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 德州遭受飓风哈维之类暴雨的概率 在过去25年上升了6倍 而这一概率到2100年可能再上升3倍 麻省理工学院气象专家伊麦纽尔表示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德克萨斯某地20英寸降雨量的概率为1% 现在上升到6% 到本世纪末上升到18% 他说那种概率的剧增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结果 为了这一研究项目 伊麦纽尔使用电脑模型 模拟德州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暴雨 加上科学家预测的 本世纪后期大气层变化情况 飓风哈维在8月末 为德州南部带来创纪录的5英尺降雨量 造成灾难性的洪水 也形成美国2005年飓风卡特里纳以来的 最严重的灾难 哈维至少夺取70人的生命 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 以上就是今天快选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